吃完那一番,有什麼事做?當然是散步 換事講,這裡有很多景點 我身後面的槓桿大樓 還有這個,我不知道是什麼 應該是美食堂 降到我們後面 其實我走到很多路 由火車站,即是最後面的問題走過來 這裡有一個類似食街商店街 可以買手信 買手信,買手信,買手信 大家可以看到很大的商店街 很長很長很長 在這個商店街,大家可以盡情地購物 它下面的全部都是手信店 當然也有美食 我剛才介紹過的門司咖喱 另外再遠一點,還有一個警察局 現在開始日落了 我們就盡快爭取時間 再拍幾張照片,然後就要回波多 這裡很大風 因為這裡是近海 旁邊這個也是值得介紹的 以前的海關 門司港的舊海關 這棟樓大家可以看到是非常之舊 好,當然 它已經說明今天禁止參觀 這裡很多東西都是收五、六點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時間 好像剛才的九州鐵路破法官 五點就關門了 另外還有這條橋 我覺得這條橋很值得來的 因為這些是比較 我們叫什麼 比較歐式嚴重的海關 即是它開了出來 其實是給你船經過的意思 這裡的景點 大異常就是這樣 看看外觀 全部都有西式的風格 始終這裡是一個很早和同貿的地方 好,這裡的介紹就是這樣 接著我就要回波多 好啊